歡迎來到新鮮話 給你娛樂最新鮮 我是郭敬 是孫淒君 不過我問你 在你的記憶裡面 對於你來說有沒有一個專屬 或者是一個很特別的味道 它不一定要是牛排 龍蝦 三針海味 但就是一個會讓你有 暖暖的感覺的味道 一種家常小菜的概念 對 因為其實我們家以前是開餐廳的 對 所以只要我肚子餓的時候 我就會往我們家餐廳跑 然後就是我們家開的是港式餐廳 但不是飲茶類 就是會有 一樣會有一些炒飯炒麵 然後著名的是這個 避風糖炒螃蟹 對 還有芝士 蒟蒙蝦 伊麵 你的其實就是三針海味 就是三針海味 我們還是有一些麗湯 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湯品 對 這些都是在我記憶裡面 就是到現在想說什麼餐廳 因為休息了 所以很懷念的味道 像我自己 我的就是真的是家常小菜 媽媽會做一些小菜 我最喜歡媽媽做的那個空心菜 跟那個絞肉蒸蛋 因為絞肉蒸蛋小時候 就是一定會泡飯 配飯吃 光那樣一碗就可以吃了 我現在肚子有點餓 但如果還就是吃飯 重點是我們今天邀請到來賓 雖然他們沒有血緣關係 但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像家人的味道 就是在我們心中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們就情同家人 相識了10年 今天就來聊聊他們姐妹淘之間的 私密moment 歡迎燕燕 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蕎蕎 請問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打招呼方式 不是... 因為我們兩個真的很常會自己玩開來 然後剛剛在討論說 皇室都是這樣打招呼的 然後蕎蕎就會提議說 那不然我們等一下就打招呼 然後互遮對方好了 有... 你們要整集都這樣 很徹底 整集都都蓋著 對 重點是兩位是如何相識呢 然後又變成這麼好的姐妹淘 剛剛妳說我們10年 對 其實如果認真算起 我們不只是 難怪我聽到你們在喜喜叔叔 對 你國一的時候嗎 國二是四十 國二 他國二的時候 我第一次見對不對 第一次 什麼場合見到他的 對啊 什麼樣的狀態 同校嗎 不是 我們好像是在唱歌 先第一次見到 是唱歌嗎 對 在KTV 然後第二次 就是正式的見到的時候是 我想起來了 有一場活動 然後那時候我們都是天使們 是一個跟卡通合作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跟曾珍喬兩個人 是一對天使這樣 然後這位大天使 就是走在前面的那位大天使 是喔 對 對 他是大天使 還有其他的大天使 但是我們就是比較小隻的 然後一結束之後 有一次那個訪問 我那時候就想說 夏宇喬姐姐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實在是不知道的 但是那後面完全不認識 夏宇喬姐姐是什麼樣的人 就有一個聯訪 然後那個聯訪 他們就對著喬喬問說 那你們你在看Sweetie 你覺得他們年紀這麼小 出道好還是不好 結果他就眼睜睜這樣看著我說 我覺得不好 好歹也官方回答一下 他到處都還是覺得不好 因為我也真的早出道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眼睜睜看著說 喬喬姐姐不想要我們出道 怎麼會這樣子 你真的在演一次 你說演得有點過頭 浮誇 不是 不是 可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年紀比較小 所以就一聽到這個話 就有點震驚到 而且是在一個公開的場合 不會討厭他嗎 講出這樣的話 來不及討厭 就直接跳横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們就是喬喬姐姐 就先行離開 先行離開 因為知道自己講錯話 就是立刻離場 這是我的 我覺得我們第一次見面 我也很忘記這一趴 可是我記得在KTV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他國中 然後是不是 曾智翔有來嗎 我忘記了 沒有 還是他們唱片公司 我其實有點忘記 因為太久遠了 那個是我們第一次見 然後後來是因為 因為他跟安影學院拍戲 然後我們又再次的見到了 但是因為個性相像嗎 就是很好聊 我跟他一點都不像 超級不像 超級不像 那可能是互補 超級不像 有可能 你們是互補嗎 沒有補到 也沒補到 我知道 互課 哪裡 互課 對我來講很補 對 他沒有補到 你補到哪裡了 因為我屬於比較不太會交朋友 以及我朋友非常少 然後我所有的朋友 都來自於他 妳是做牽線的工 妳公關就對了 沒錯 我現在就是去地台 我聚餐的朋友 都是他的朋友 對 對 剛剛也講到一個 Key Man Key Woman Key Woman 就是安以萱 你們有一個企業 叫做安氏企業 這個厲害 誰跟我們做這個看板 對 因為你們裡面 少了一個人 對 少了誰... 少了最重要的一個人 少了唯一的男生 是誰 對 安氏企業 我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你們這個企業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每個人都有他的職位 對 是怎麼樣安排的呢 因為他們都有二勢力 安氏企業 就是安以萱跟安君 我先跟大家講解 安氏企業的遊覽 是 跟你先講 其實一開始是 安以萱 安君燦跟我 就是我們三個人 一開始是最好這樣 好 可以講遠了 然後有一天就說 那我們要有一個名字 說在演藝圈 有個團體需要名字這樣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剛好都 因為他們其實兩個都 本性不姓安 對 但他們的藝名都叫安 然後他們就說 那要叫什麼企業這樣 之後才可以收納很多的員工 收納 我說好啊... 我說那要叫什麼 然後因為他們兩個都姓安 我就投票選舉 然後二比一 那你一定輸啊 對啊 這個什麼好投票 什麼投票啊 總共有不過就三個人 要投什麼東西 對 他就投票 他們說那就叫安氏吧 不過你們那時候 就已經預計要來壯大 這個企業是不是 對 因為安以萱的個性 比較就是董事長 他真的是 董事長 一個公司來講的話 他真的是屬於 就是CEO那一型的 對 他是董事 平常會辦尾牙或春酒之中 的動作 我們沒有辦過 但是我們會有要聚餐 他這個董事長也太不称職了吧 喂 安以萱 他只是說你不是称職 妳跟妳說 在那之後他們吸收的人 都不是小弟型 都是菁英掛的 我們來一一介紹一下好了 下面就是Linda 公關部經理 為什麼 公關不是妳嗎 我是形象代言人 我也是有偶像包袱的 妳是形象代言人 對 妳是代言人 是自己就給自己這個職位 有見過大家票選嗎 職位是董事長給我的 只是因為我偶爾會堅持 就是喬式的 所以妳其實 其實演員的臉可以到處移動 都可以 她可以到處移動 對 我在各個場合 都會擔任不一樣的位置 除了稻茶小妹 就是永遠是她這樣 對啊 我不知道 為什麼妳這麼可憐 妳元老級為什麼還是稻茶 妳等於只是比寵物高一點 我個性比較懦弱一點 怎麼這麼可憐 再來是什麼 海外部協力 海外部協力 就是因為喬恩永遠都不在 對 就是海外部協力 蠻好的演員 蠻合理的 蠻合理的 對 寵物這一位 對啊 這個為什麼是 你們的寵物 寵物是她自己說的 是喔 對 是白自己說的 因為其實我們的關係是 我們三個人好 先有一個暗示企業之後 演很快的就加入了 對 其實我們就很 因為我們其實本來就 那時候有認識了 對 然後反而演很快的 加入之後 我因為拍戲認識了喬恩 所以喬恩加入 然後琳達也是跟我們認識很久 琳達拍戲認識了白白 所以白白其實是最晚加入 我們團體 然後其實那時候都有一些 大家都各有各的職位了 然後他也沒有什麼功能 白就說他要當寵物 我現在這樣聽下來 這個企業就是 幫派配合老鼠會的道理 沒有 沒有 依照拍戲 然後就吸收人 對 拍戲會遇到人 而且你們其實是有幫規了對不對 要加入你們安視企業 其實好像也不容易 真的嗎 我看新聞上面是有這樣寫 因為我們的董事長 就是臉上都有 難怪你是倒茶小妹這樣 所以他就不知道 因為安視企業有一個 非常厲害的規矩 就是我們平常都是 生人物盡的概念 就是其實我們不管是吃飯也好 或者是出去玩樂也好 都有一個氣場 然後那個氣場就會導致 我們都只有自己的朋友 會在身邊 然後其他人都不太敢接近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董事長 營造出來的氛圍 就是生人物盡 生人物盡 就是他們的圈圈是有圍牆的 就是在旁邊觀賞 然後他們想說天啊 他們看起來都好有威嚴 不是 就是如果齊君一靠近 他們就 然後他就會被殺氣 震折到 然後他就用眼神 然後直接就 然後就飛走 就飛走 太誇張 太誇張 這麼嚴重 飛超遠 我知道 很快捐耶 對啊 這企業圈 最近有 最近我們跟艾琳很好 對 所以艾琳應該也算對不對 她有職位了嗎 對啊 如果她進來她會是什麼 她是山里的代表 山里代表 因為她想要回台東嗎 很有菩薩代表 對 菩薩代表 她是公主 因為我們有海外 所以我們也有山上的 對 而且她是山里的公主 所以她是代表 她是公主 對 她是公主 她是我的 她是公主 我們現在已經就是 北中南好像都已經 接受得差不多 真的 差不多了 台灣已經要被他們就是 對 我期待未來 還有更多成員可以加入 你看他們的這些 以後會有個關係網有沒有 對 很多像蜘蛛網一樣 我覺得如果我們在各個接觸 不同的一樣的劇組的話 應該可以接收到更多的人 在我們的團體裡面 但其實我們所有的人 包括安君燦 我們七個人 我們全部都認識了十年以上 很可怕 基本是十年 對 那就唯獨你們兩個來講 因為你們兩個現在在場 所以我們認識十年 就譬如說演員對於喬喬 其實這十年有什麼改變 或者是你覺得她哪裡有不一樣 因為看著從初到到現在 一路上的改變 還是她沒有改變 始終如一 這是什麼表情 還是說都是膚色變得越來越健康 先扁開她今天曬得比較健康 我出去玩 我一定要點出這一點 妳看 你們兩個是一個 很會曬太陽的人 我跟她的膚色一致 你知道嗎 天啊 很般配 我跟安琳是排輪的 我們也要一起這樣 妳最近去做了什麼事 為什麼 沒有 我就是最近愛上 就是潛水這樣 對 她就像不賣活動 對 然後就常常會曬 要不然就她想串位 部落公主她想拿下來 怎麼樣 不敢 不敢啦 對 愛玲不敢 對 改變 瞧瞧 其實我覺得她 先講好的不變 她的不變是 她其實長相沒有什麼變化 是 對 她有一種半動靈的效果 半動靈 對 希望我到40還可以這樣 這樣就有點緊張了 然後她的 我覺得她的心 就是 她的心也長得一樣 她不管是對她喜歡的東西 的天真或傻也好 或是她對某件事情的 不懂也好的那一些 的真都還是沒變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好 聽完好的 我要聽不好 就是聽到不好的 就這十幾年來 還是一樣滿笨的 所以她的優點也是她的缺點 對 但有因為這樣子 吃到什麼虧嗎 因為 虧有嗎 好像 也沒發現 我知道了 我這樣怎麼解釋了 笨到不知 對 就是她吃到了虧 她也不知道這個叫虧 那這樣其實很好 可是在外人眼裡 會看不下去啊 我滿常就是在旁邊 就是很生氣的那個 她會很生氣 那妳會幫她解決嗎 因為妳畢竟是為事的 我就是會先生氣完之後 然後我就會自己在那邊 冷靜完 然後再換另外一個角色告訴她 說 我跟妳講 1 2 3 4 5 妳應該要怎麼處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再怎樣 再怎樣 OK嗎 這樣 她有時候會聽到一些 很生氣的可能什麼事情 然後就說 我跟妳講 怎樣怎樣怎樣 妳知道妳怎樣了嗎 妳們差不多都用怎樣 我不得妳是怎樣的 反正就是怎樣怎樣這樣 我就說是 算了啦 反正人生不就這樣 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她很常在 對外的交際應酬當中 很不知道哪個是 別人吃她的虧 還是她吃了別人的虧 因為她沒有搞清楚 但她很常吃虧了 然後她不知道 然後我就說妳知不知道 剛才人家這樣 跟你講話的時候 妳為什麼不這樣子反駁呢 妳為什麼要這樣子吃虧 算了啦 人生已經發生了對不對 其實我都知道啦 妳都知道喔 對啊 就是只是想說 妳真的知道嗎 知道啦 所以她就是一個比較豁達 我只是覺得就算啦 不然呢 不就這樣 對 通常她就會很生氣 其實這就是互補 一個個性這樣 一個個性這樣 對... 因為演員很明顯 就是比較精明啊 對啦 她真的就很就是 事情發生的都不知道 我知道 我只是就不想去計較 那小小怎麼看演員的呢 從小看到小天使到現在 她一直很奇怪是 她小我 很奇怪 你知道那個等一下會解成預告嗎 她一直很奇怪 她一直然後逗號 很奇怪是放後面 放後面 對 很奇怪的是 她小我四歲 可是她永遠 我跟她在一起 她都像姐姐 然後不管做任何事 她就是會一直讓人家有一種 沒關係 有言在 交給她處理就好 難怪妳會變成妳現在這樣 可是她其實是我們年紀最小的 我們團體裡面 她年紀最小 對 可是只要她在 不只是我 連愛妮萱有時候 什麼事都會交給她處理 她就是一直有一種大結 然後她可以處理很多事 而且很值得依靠的一個感覺 而且是從很小的時候 我覺得她從法國回來之後 更明顯 在法國是發生什麼事 她就更獨立了 對 妳是什麼時候是法國的 我19歲吧 19 20歲左右 去法國是做什麼事情 我那時候去讀書 然後我後來還待了上海 很長一陣子 然後再回來台灣 大概加起來4年 對 然後她法國之後 又開了自己當老闆 又開公司 對 她獨立的女性 真的是變成一個女強人 真的 而且現在喬喬講這個 其實我能體會 因為我們拍軍官前的時候 她是我 彩詩 然後詠淳 我們四個人裡面 她是最小的 但是她卻一小 她是最小的 但是她卻一演 她變詠淳年紀還小 我也比彩詩小 我跟詠淳一樣 她最小 然後她演我們三個人的大集 對耶 你看她是不是 我也太吃虧了吧 她性理系外其實都一樣 就我發生什麼事情 她都會說 都演完過幾年了 妳現在才發現自己吃虧 因為她的個性 就是有一種女強人 對啊 很適合這角色其實是 好 蠻好的 歡迎各個女強人的角色 就找我演了 導致我們現在戲外 知道她最小的 我們還是叫她叫姐 對 我們其實也有一個王家群組 然後通常我們每逢過年過節 就會開始Cue說什麼時候 要一起聚餐 吃飯 每個都是姐 妳的時間呢 姐 妳這樣怎麼樣 姐 那妳要不要訂餐廳 姐 妳要不要問一下吧 妳好適合當姐喔 對啊 妳就是姐 品妍姐妳好 要納入我們的群體嗎 艾思琪 艾思琪 妳要做什麼... 剛剛說他們的幫... 可是有距離 我要怎樣才能夠 妳要盡量 妳要先開始散發那種魄力 妳知道嗎 就不管了 還是就這樣坐下來 其實就坐下來就好 對 就坐下來 所以我們就說 喂 姐 艾思琪 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有郭婧 很想要加入我們這個群體 妳覺得要怎麼樣做 通常她會先說罰三杯 妳說的 烈酒嗎 所以我說他們就是幫派 對 要先罰三杯 所以通常幫派要納團的時候 都是先罰三杯 然後跟各個長輩先敬酒 對 敬酒這樣子 太奇妙了 其實是有一個禮儀的儀式 對 不容易 不過當初你們出道的時候 其實都是學生 都還在念書 那那個時候家人 其實都很贊成你們走這一行嗎 而且邊讀書邊工作 對 其實很辛苦 還是又想不起來 妳是國二 國二 我是國三 我爸非常樂意 因為是我爸把我的照片 寄去節目 讓我參加節目的 妳是爸爸推妳出去的 對 我爸非常想當心 然後我媽非常反對 因為國三應該是 那時候課業壓力很重吧 不知道考高中還是 國三 對 對 我是在升國三 學期初的時候參加節目 對 所以其實 那時候爸爸媽媽有吵架嗎 沒有 因為我媽沒有想說 我會因此進演藝圈 然後是因為 媽媽有抱希望是不是 對 我媽就覺得 就像去看個錄影這樣 那我爸也是這樣跟我媽說 妳就讓小孩子去看錄影 重點是我爸爸自己很想去 然後反正 爸爸很想當心爸 那爸爸怎麼到現在還沒出道呢 他很想 我阻止了 妳阻止了這一切的發生 我阻止了 我希望他不要再上節目 對 這樣搞不好爸爸很紅 會爆紅 我不希望 他會當課業事業 怎麼樣 所以一直就是 反正後來就是因為節目 然後跟韋鐘哥簽約 然後我媽也是想說 那時候她跟韋鐘哥談好是說 就是以學業為主 就是反正因為我還在念高中 所以高中就念完這樣 念完之後我很想去拍戲 我就跟我媽說 我不考大學 我要去拍戲 因為那時候有機會 可以去大陸拍一個戲這樣 我就說我要去大陸拍戲 我不上大學 然後但是因為所有的約都是 需要家長簽那個時候 我媽就說 如果妳不考大學的話 妳就再也不准做任何演藝圈的工作 她就跟我就是要談判 最後三點 我就說好 那我如果考上大學 妳就不准再管我任何工作的事 對 她也下最後三點 都要這麼硬就對了 後來我就考上大學 然後我就去拍戲 那媽媽真的就不管妳了 她就不管 對 因為達到媽媽要的標準 對啊 那演員呢 我好像也差不多這個意思 可是我入行的過程 比較可愛一點 是當時就是 喬喬很不可愛是不是 對啊 因為她爸爸比較積極 對 家裡面是 沒有一個人是積極的 可是因為我媽媽跟 Makio的媽媽很好 所以其實我們兩家 都是一直這樣子 從小一起長大 當時Makio才正準備要錄音的時候 我就是跟進去錄音室 然後在旁邊哼哼唱唱的 就被雅民爸爸說 這個女生好像可以 要不要以後試試看 因為那個時候我才12歲 但沒想到 我本來以為以後試試看是 18 19 結果是明天 沒想到是後天 就沒想到就是 明年就開始在籌備了 就隔一年就開始了 所以就好像整個生活 突然間就有了變化 我都還來不及反應 就站在電視機前面 有點這種感覺 那很懵懂 是 可是也許是因為 我跟曾喬都是個性比較喜歡 在就是可以出去的時候 都會站得住 然後挺得住的 因為她是老師的小孩 所以我們很常會去參加演講比賽 所以比較不害怕 不會去場 然後大家好像一副覺得 我們很安全 很榮幸 可是其實就是很不知道 該怎麼樣去反應 然後歌也會唱得有點雀雀的 這到後來才發覺到 自己比較喜歡唱歌還是比較喜歡演戲這樣 那妳的家人呢 最支持妳的人是誰 我媽那個時候說 課業不可以放棄 只要沒放棄 她就可以接受我去做喜歡的事情 所以我都會一直呈現就是 一面在上課 一面在拍戲 一面在主持 一面在唱歌的狀態 然後那剛好就是我的國中高中 但是到大學一年級都是這樣 可是那個拍戲 不是都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嗎 對 所以我都是早上去學校 大概7點就去學校 然後大概中午左右就離開學校 去拍戲 然後拍到清晨 大概4 5點 然後再下去 好辛苦 我最高紀錄真的有到7天都沒有睡覺 我的天啊 然後那7天沒有睡覺是真的是 有睡著的時候都在我的路途上 我只要一回家都沒有碰到床 就洗完澡就出門了 天啊 那是高中還國中 高中 那你就沒有享受到高中生活 確實沒有 可是我真的有在高中時期 交到一個更 就是交到一群更靠近的朋友 因為他們就是每天 都會問我說 要不要吃什麼早餐 然後可能我們相聚的時間 又很珍貴 所以高中時期還是有一群朋友 真的很開心 那我這樣反過來問你們 如果今天你們可以重新選 就是不要這麼早出道 或不要這麼早工作 然後先享受校園生活 你們會做什麼樣的選擇 你說會 就還是說沒關係 我還是喜歡 還是這麼早出道 對 還是這麼早出道 所以我很早就跟他講 我是一定不會那麼早出道 我會念完大學 對 我也不會 再來選擇 我覺得就是國高中時期的 好多時間很重要 然後我不覺得我有少 可是我覺得可以再更完整一點 更豐富 對 對啊 那你在這當中 你最想感謝的人 出道這麼久 其實很多 今天是有得獎嗎 還是什麼 為什麼就趁現在趕快去講一講 來 我先說不客氣了 沒關係 原來就坐在妳旁邊 不是我 No 誤會 是其中之一 真的 因為我覺得我身邊有太多的愛 因為其實我在寫 我寫了一本書 然後其實我就在寫說 我在一個很大的家庭長大 可是那個家庭其實都跟我沒有血兒關係 他是我的奶媽的一個家庭 然後我都叫他阿嬤這樣 所以我後來到了 每一個群體生活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幸福 甚至是我有一大群對我來講很重要的朋友 所以我很常會 怎麼講 就是完成了一個自己的 里程背部一個成就的時候 我真的很感謝我有這一群朋友 跟我生活圈的每一個人 他們真的對我來說太重要了 對 而且我覺得確實在演藝圈上交到好朋友 好像是一件 其實有點難 大家可能覺得 好像其實交朋友很容易 但其實這個圈子 要能夠談心的真的不多 對 我們花十年才熟 真的 妳們有點久了 那巧巧呢 有沒有特別 每個階段不一樣 我覺得我好像 開始主持之後 真的要特別感謝曾國成先生 這是認真的 對 就是真的要特別感謝他 因為跟他合作太久了 然後後來他介紹我去演舞台劇之後 我必須感謝李國秀老師 因為他真的教會了我 很多生活上的事情 然後後來在拍戲的時候 我要感謝的是烈姐 李烈 對 我覺得身邊一直以來 真的是要感謝這一群暗示企業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我真的沒有朋友 不是 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我就一直在吃虧 沒有 我真的沒有朋友 這都是他們的朋友 包括安苡萱也很會交朋友 然後他也是 然後我的朋友都來自於他們 好方便喔 對啊 這樣也很棒 算是給自己在有困難的時候 自己一個很大的執著 好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聊喔 歡迎回來《青鮮話》 其實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是演員跟巧巧 他們兩位是五話不談的好姐妹 不過現在要來個大哉問 好的 就是我們想知道你們的一些 不為人知的小趣事 OK 真實的個性到底是怎麼樣 對 想要先說 我們還不夠真實嗎 要不然就是 爺爺妳說巧巧的 巧巧妳說爺爺 就是你們私底下 跟你們在螢光幕前面 有沒有有一件事情 或者是一個個性 是不會讓觀眾知道的 好 那我先說 有喔 我覺得我剛好 然後她的懶是 她很常宅在家裡以外 然後除了料理 跟她有興趣的東西 畫畫她會很勤勞很認真 除此之外 她連交友都懶惰 交友的部分是指 就是之前 就是巧巧就是單身的時期 對 她就在告訴我說 I'm ready 我要準備想要來談一場戀愛 我說太好了 加油妳 我可以 我可以支持妳 她說 那可不可以麻煩妳幫我找一下對象 然後妳再告訴我 妳到底有多懶 對 現在還要請別人去補照 對啊 妳要想我沒有朋友耶 我的所有朋友 都是來自於她跟安苡萱 所以我當然要再認識新朋友的時候 也是要透過他們 妳要透過他們 不然我要去哪認識新朋友 她這個還有個好處是什麼 妳知道嗎 她的等於她的另外一半 是直接已經過了 對 過了一個版本 是... 門檻了 直接介紹 對啊 這樣很好 而且那時候我們正好在拍戲 所以她是站在那個 那五四三之前說 可是我又沒有朋友啊 妳要幫我介紹她 真的沒有 我很想認識 就沒有 好像喔 真的很像對不對 對 就是這樣 但我覺得妳應該也很樂於 做這件事情 我確實花了滿久的時間 在想的 對 就是當我 海選是不是 對 就是 先辦了一個海選 對 先辦了一個海選 因為我沒有畫給妳 我直接辦了一筆 千人海選 妳沒有受邀喔 對啊 為什麼我沒有 她為什麼沒有受邀 年紀太小 不是妳的菜 她喜歡的菜都是比較 大藝術家 大藝術家 哪有 哪有 所以你們平常自己私底下 會聊說喜歡的異性的類型嗎 會啊 當然會 她很清楚的 我超清楚 就是大藝術家的特質就是 文青是不是 腦袋要有東西 這是一定的 誰腦袋 我的意思是說 妳這個位置很寬 妳這個千人下來還是千人手 沒有 重點來自於 因為喬喬其實是個怪人 她的思維模式 滿常會跳來跳去的 妳們可不可以不要互相 妳剛剛也說她很奇怪 妳剛剛也說她很奇怪 所以我們就是 互相都覺得對方怪 因為我們的思維模式 是不一樣 對 她也是怪人 就是思維上面 所以我要想一個思維 跟她搭得上的 頻道可以對得到 頻道對得到的 那可能也是偏 對我來說比較怪的部分 那就是偏藝術家 文青這種系列 藝術家的個性好像 確實是都有一點奇妙對不對 我的生命經驗 還沒有遇到太多的藝術家 可是因為我確實 在幫她選人的時候 有想了很多事情 因為她妳知道 大家想聽她第一個 猜出來的條件是什麼嗎 是我忘記了 我有跟她講過 妳到底記得什麼事情 有牙齒不是那個 好緊張 要1到2的選項要連著講 第一個叫做不帥 然後第二個她說要耐看 不帥跟耐看 就是舒服 對 她喜歡 不能看久真的不帥 然後看久就覺得 這樣子我落選好像OK啦 對 做人不夠辛苦 但是 對 妳好會講笑 她不耐看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 對 因為她覺得相處起來 她喜歡這樣子的人 她喜歡很有真實感的 生活的感覺 對 我覺得妳好像比她 還要更了解自己 她的個性 是不是這樣子 妳好像還在不夠空 沒有小小怎麼看妳 就她私底下 她私底下 她有一些 好 她有些事情 是我一直到現在 都還看不慣的 就是 她有用妳看不慣的 妳要不要先坐開一點 我怕他們不要打架 沒關係 她知道了 我有沒有跟她講過 就是 好 她很 可能是獅子座的關係 我一直覺得是獅子座的關係 她有些事情 她根本有時候 好 妳拜託她 或是請她幫忙 她其實 她不是 她不是不願意 可是她其實 並不是所有事情 她都 就是覺得她可以做得來 或者是所有事情 她就是可能 她現在手上明明有 十件事要忙 然後這第十一件事情 人家請她幫忙 她會說好 先答應妳 她什麼都說好 她會全部懶在自己身上 什麼都說好 我可以明白 因為我也是自己做的 可是小事情 可是她就是 會變得有點麻煩 她也都說好 然後有時候我在旁邊 明明就想說不好 今天事情 就是不用妳去幫忙 可是因為妳麻煩她 妳可能想要請她幫忙 像我不會一直麻煩她 因為我知道她會說好 所以我就不會麻煩 除非是真的非常重要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 言就是什麼都可以做 就是什麼事情 教理她做都可以 所以小事也要教她做 然後我明明在旁邊看 我聽到我就會覺得 這種小事她自己可以處理 不需要妳來做這樣 但是她什麼都會說好 妳是沒辦法拒絕別人 我覺得好像我還可以 那就先做再說 可是她覺得不可以 然後等到她累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她就會爆炸 我就會炸掉 自己接了然後又炸掉 對 然後其實這些東西 我可以了解 她其實心裡不是不願意 而是她會很累很累 所以累到一個程度之後 她就會爆炸 然後我就會跟她講說 那妳為什麼一開始不先跟人家說 就拒絕 就拒絕 可是她又做不到 那她爆炸是妳們在處理嗎 她爆炸 看情形 看我有沒有在旁邊 對 我在旁邊我就會被波及 掃到台風尾是不是 對 會被波及 真的會 但這樣的話 爺爺有沒有做過什麼 令妳感動的事情 我真的很感謝她幫我介紹一下 我知道 妳不要這樣幫我吃 她剛剛 她剛剛都跟演員說 就是說妳不要去幫別人忙 因為妳現在忙著幫我找男朋友 妳先忙我這邊的 那件事情很重要 妳不要幫別人 妳先幫我 不是 我那個時候的狀態 是因為也真的單身了 一年以上了這樣 然後她看不過去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 一起拍一部戲 對 然後每天拍完戲我就回家 回家又拍戲 拍戲又回家 她其實是在一個很看不過去的 狀況下說 妳到底什麼時候 要去認識新的人 然後我就說好 那不然妳幫我介紹 現在妳都開口了 對 她說我開口 我也覺得還不錯 對 妳有沒有回報人家 回報 來 我回報妳 不是在這裡報 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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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報了 她是不是會拿她沒折 是 那她到底有沒有也做過一些 讓妳感動的事呢 有啊 因為 有 她自己都不知道 妳在驚訝什麼東西 來...妳說一下 仔細聽 有耶 因為我其實有一陣子非常 狀況非常差 然後那個非常差是 外面的人看不太出來 就是試的時候完全懂 因為妳會很堅強 就是一出去的時候 好像就是厭光四射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是 就是別人看不出來 就只有在我身邊的人 看得出來 可是剛好又在工作的那種時間 所以工作人員 知道我在工作的時候 不太會 讓事情影響我的情緒 所以我都是悶悶的 就是都忍到回到家 或是忍到一個 時間的時候 我才會自己找出口 但工作時間的時候 沒有辦法有出口 因為我都想要去旅遊 或者是去海邊住一陣子 這種感覺的 殊不知 那時候的出口 就是只能找 妳唯一可以說話 她又不可以丟 她的情緒給妳的人 那種人真的 那種朋友真的很少 適合聆聽的朋友 對 然後她不是只能聆聽 她還要給妳有一些安全感 在我的那個階段 我不知道夏喬 記不記得她記得多少通 這通電話 可是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起碼有十通 都是我狀況很不好的時候 她有把電話接起來 真的假的 但她其實不知道 她真的不知道 就是妳打電話我會接 這不是很正常嗎 打電話會接 可是她就是 她有知道說 我那時候心情可能很差 可是她不知道 那幾通電話對我來說 有多重要 而且那個時候 她記得說是 她自己也在拍戲的時候 她就以戰盡有情 她就接起來說 喂 然後我就說 妳講話 就是我已經不知道 我要講什麼 我就說妳先講話 然後她就開始 我現在在拍戲 然後風景很漂亮 然後怎麼樣 然後就是 可是因為她的聲音 妳就只是用一個人聊天嗎 不是 可是這個人要夠 可以影響到我的安全感 就是我聽到她的聲音 或聽到她的 看到她的人 可以定下來的 真的不多 然後她是其中一個 我記得 比較近期的 因為很久以前我都忘記 很久以前的就 沒什麼太感動的 近期有一個 就是她拍完一場戲 然後她自己不太舒服 有些就是入戲的關係 有些因應什麼的 然後她打給我 然後她就情緒有些 在拍戲的狀況裡 然後她還給我看 她拍戲的一些東西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沒有在拍戲 我在家裡 我記得 然後我還跟她講說 她其實 我覺得她那時候 就真的只是需要 有一個人跟她講說 不要擔心 妳做得很好 但我是真的覺得 那場戲很棒這樣 我就跟她講說 真的很好 而且我覺得 就是整個過程是 沒有妳想得那麼不舒服 跟沒有妳想得這麼的糟糕 對 我記得有一次是這樣 很妙 因為我覺得巧巧講話 也很真誠 對 妳會願意相信她 對 因為有些人可能說 妳真的做得很好 妳就覺得有嗎 沒有她質疑 但是沒有 我真的不好會跟她講 真的會講 我會說 我會說這真的有點問題 我會講 實話實話 真的她會講 但是兩位平常 就是工作那麼忙碌 怎麼維信你們之間的感情 不只她們 她們所有安視區的都這麼忙 在內地的在內地 拍戲的拍戲 群組 對 只能用群組聊天 其實在群組裡面聊天是最多的 那也加上因為我們兩個人 待在台北的時間比較多 所以我們很常可以約出去吃飯 看電影 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可以聊 聚餐 或是到各自對方的家這樣子 而且你們還會一起出遊對不對 對 去玩 我們有看到 這是我們去法國的時候 這是去愛影軒家 對 妳們吃得好豐盛 你們是自己做菜是還是叫外賣 或是什麼 我們幾乎都是自己做菜在家裡面 如果是去愛影軒家 幾乎都是自己做菜 對 為什麼是在愛影軒家 才自己做菜 因為她 因為她會提前 提前我們做菜 對 她會打電話來 因為什麼 因為她是董事長 因為她是董事長 對 要提前 她會先打電話來說 她什麼時候在台灣 我們要聚餐 對 這是我們兩個公正的照片 對 我們兩個有公正就對了 對 那時候陪她去公正 對 拍戲的時候 喬哥 我常常跟她拍照 我會變成男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有一張在那個 臉書上面 很知名的某一張照片 Instagram上面很知名的 那張照片 是她剛好半躺著 然後我躺在她身上 然後因為她吃太飽了 所以第一顆牛仔褲的 扣子有打開 結果她就很像男生 直接用腳把她抱著我這樣子 也太大辣辣了 然後這個照片就PO出去了 對啊 放在我們的Instagram上面 我們就要來刷一下 因為那時候沒有想到 我也忘記我的扣子是開的 對 重點是我們兩個 發完這張照片之後 才被粉絲提醒說 那個扣子是打開的 對 我忘記了 還要別人提醒 對 可是這很妙 因為以我認識眼妍 我會反而覺得 眼妍比較像男生 對啊 對 怎麼會碰到了喬喬 就喬喬就變男生 拍照起來 你知道就是連包括 因為我們還有個好朋友 叫張艾亞 小白 包括她那時候失戀的時候 我要抱著她 然後她會在我這邊 我不知道 我就會 自己會突然覺得 要照顧她 妳該不會告訴我 以後找到對象 要換另外一個性別了吧 沒有... 當時好像有人需要我的時候 我會變成另外一個角色 妳可以先準備著 就是那個名單 之類的 我不知道 她開始抓妳的 開始又在海選 又在海選 對 又在海選 你們在聚會的時候 這做菜 就真的是你們兩位負責嗎 其實都是喬喬做比較多 畢竟她也是這麼多年的 因為愛里萱會提前幾天 打電話說 要有什麼菜色 然後她已經 她還點菜 她會說她家裡已經有了什麼 然後我說OK 那些可以熱 那我們有多少人 通常都是六到七 有時候還有 我記得有一次將近快十人 然後我會準備好十人份 然後妳需要吃中... 妳這次妳想要中式還是西式 然後她就會在我 她就會開始講點菜 然後我都會在前一天 然後先把菜單寫好 然後當天我會先去超市買 賣好全部送到她家 妳自己一個人獨立完成 沒有人幫妳嗎 我跟妳講 妳一定要拒絕茶水小妹 這個名單 妳絕對超過 我愛做菜 對 是我愛做 然後我會再 假如我們七點要吃飯 我會Cue她五點來 因為她會幫我備菜 對 我會去幫忙 她跟另外一個朋友會備菜這樣 然後所以我有兩個助手 對 我是G咖A G咖A G咖A 我是G咖A 那妳記得妳做過最隆重的一道菜 是什麼菜嗎 隆重 對啊 因為她每次不是會點菜 總有一道是很特別難的吧 會不會 沒有耶 我都會做我 第一個我會做我想吃的 然後她想吃的我就會說 這個太複雜 我可沒辦法一次出這樣 結果是蒸蛋 太複雜 要打蛋 妳是不是有一次做一個龍蝦麵 我有做龍蝦義大利麵 這就好濃重喔 沒有啦 其實不難啦 可是很好吃 主要都是她會先說 像龍蝦義大利麵 那一次是西式為主 對 然後後來剛剛有融的那次 那時候我有做菜好不好 那次是中式的 那次是中式的 反正就是中式或西式這樣 我覺得下次你們如果還有這個聚餐 可以邀約我去嗎 可以 我那天還這樣很好吃 妳不行 拜拜 因為是要去愛影軒家 男生他會過濾比較 OK 好吧 你可以帶 那妳吃完 妳可以吃另外一個蛋 我外帶給妳 對 妳外帶 妳放口袋 因為我會在 我們會在家裡面煮 就我們自己的家 我們也很常做菜 對 我家也有 也會煮大雜蟹 在季節到的時候 就蒸很多汁 然後跟大家一起吃 我家妳可以來 對 好 OK 大家都聽到了 好 我們這個 也知道你們兩位感情 非常非常的好 竟然是閨蜜對不對 對 同甘共苦過了 當然要進行一些考驗了 就是要看看你們的默契 究竟如何 還是不是閨蜜就不知道了 默契大考驗 好 是的 我們這邊吵架 會直接吵架 真的啊 會抓頭髮那種嗎 不會啦 我幾歲了還抓頭髮 我是國中 這樣抓抓抓 對 我們這邊有三個問題 好 第二個問題是 對 妳們坐開一點點 會偷看到答案 對 我怕妳會去做 要不然妳就是坐 朝這邊一直坐 寫的 對 好的 第一題是 對方最喜歡吃的食物是什麼 什麼 妳們不是在一起吃飯 剛剛不是猜聊的嗎 還是太多了 太多了 這個可以寫多樣 好 加碼我講食物 然後撇開甜點 因為這甜點 可能對妳來說就是 太廣 就食物 以鹹的為主是不是 對 以鹹的為主 媛媛已經寫好了 妳寫好了 這麼快 妳是在畫畫是不是 不是有一個 我那天還在問她說那個是什麼 她很喜歡吃那個 她點了好多 好 倒數5秒囉 是龍嗎 等一下 妳先說妳喜歡吃什麼 最喜歡嗎 對 太難了耶 我覺得要寫到 比如說我喜歡的有10個 裡面 他寫到其中一個就中 可是我平常常 很常吃的東西是 生蠔 生火腿跟海膽 我本來要寫的 生蠔 生火腿 海膽 我們來看一下 我本來要寫生蠔 我本來要寫海膽 但來不及 你們說我在畫畫 我就不想寫 基本上只要美食她都喜歡 龍那個問號 有生蠔 生蠔有 因為她很喜歡吃生蠔跟 生肝 她之前還 就是我們去吃那個燒肉 她很愛點那個生肝貝 然後有蟹膏的 對 蟹膏 她一次喔 她一坐下來 就說我要10份 10份是20個 這幾個人吃完嗎 可以 可以與別人分享嗎 也可以 然後分享會點20份 對 海膽我來不及寫 然後 這不是龍蝦 我們那天去吃 然後你說 那個串燒 是喉嚨還是誰 那個 誰的喉嚨 誰的喉嚨 骨輪是不是 這叫骨輪嗎 對 應該是 但它也是一次 就是軟骨類的我也很喜歡 所以不是龍喔 是骨輪 也是一個串燒 那巧巧喜歡吃什麼 我其實寫了生蠔 這是因為這是我們兩個人 第一次一起大開殺戒吃的東西 是嗎 是啊 生蠔我很愛 對 果然還是有默契的 而且重點是兩個人 都喜歡吃生蠔這個事情 對 而且還在詹姆士的店 對 他幾乎就是好吃的東西 他都會很喜歡 對 很愛吃 好 我覺得一題其實有些見證照 對啊 有沒有這麼準確的猜對 不容易 好的 因為我們正相信他們的感情 是非常的堅定 本來是真的 是真愛 是真愛 對 我們現在更確定了 好 休息一下 我們要選海膽 歡迎回來 謝謝花老師 我們現場傳來了 鎮鎮的香味 這是爺爺帶來的家傳好味道 對不對 真的 這就是爺爺的肉肉 你爺爺的肉肉 因為這是我最常被 最常被問候的一句話 就是你爺爺的肉肉敢有 就還有嗎 還好做這滷肉不是老師 真的也是 對 或是爸爸也是啊 對不對 怪怪的 你們兩個冷靜 好好介紹一下 阿嬤比較好 對 阿嬤比較好 但特別這個滷肉 有它的故事嗎 其實有 因為我出了一本書 你們趕快請問你拿書 太香了 對 我來 我來 我希望你趕快吃 然後趕快去感受一下 我也要吃了 然後在吃的過程當中 我講故事就好了 沒關係 這個我有吃過 它可以吃啊 你不吃 你要拿走 我面前有沒有 她只在拿走 拿走了 你好 因為我在出 竹光陰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是30道菜 然後30個故事 是 滷肉當然有包含在裡面 滷肉的故事 其實就是因為阿嬤這個 老太婆一直以來 都在我的生命當中 阿嬤就阿嬤 不用加一個老太婆 她很喜歡 沒關係 她喜歡妳加老太婆 對 她覺得這樣很親切 對 因為對她來說 她佔了我生命當中 很大的一個成長過程的 一些引導者 我的生活上 我的感受上都是 滷肉其實是因為 我覺得 台灣現在都很在意 這樣的古早味 可是因為像譬如說 我媽媽不太會做菜 然後我學古早味 可能還有一個隔代的感覺 這種古早味的味道 後來就很少吃得到了 很容易失傳 一下子如果一下子 我阿嬤如果不做的話 我就吃不到這個 專門用洋蔥炒的了 真的耶 真的 洋蔥味很重 因為這個跟我們平常吃到 滷肉飯味道有點不太一樣 它是甜的 它很帶甜味 它是甜的一樣 這是洋蔥的甜 口感吃起來的話 就也不太會有那種 太多的油膩感 對 沒有肥肉 是 它就是 因為阿嬤這樣的做法 在我小事當中 就印象很深刻 所以到了長大我就覺得 好像滷肉是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道菜 因為這就是代表著 阿嬤的味道這樣 好好吃 好吃嗎 這書裡面是不是有一個 你剛才找我跟郭君代言 看不然我聽不下來耶 你的碗已經快沒有了 幹嘛 也是沒吃中餐 沒有吃早餐 天啊 你是有偶像包袱是不是 沒有 我剛剛在看 不是 因為這個 你這個不好吃是不是 沒有 這個包裝我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我很感動看到這個包裝 因為其實在我們這個群組裡面 演員在做這個包裝設計的時候 有把這個照片 傳到群組裡面給我們 對 我也問了好多人的意見 包括你的 對 它有好多個版本 對 我今天看到 我剛才特別就是拿它 就是看了一下 就是會很感動 這個東西出現 所以你有問很多人 我以為你只有問我們 沒有 我也會問很多人 妳要問他 妳要問他嗎 要問你們是不是 對 這有什麼好爭取好吵的 但你吃了你覺得怎麼樣 這味道 我覺得我還需要再吃一口 什麼意思啊 那我先講... 好 因為他有給我們 我們每個人 都是我們的事實者 對 我自己本身留了一包 因為它裡面有四包對不對 五包 五包 我吃了四包 我留了一包 留那一包 是因為它之後可能有些活動 然後要叫我們 就活動會直播 然後來做個菜這樣子 所以我留著那一包這樣 可是我們其他人 幾乎已經在回購了好多盒了 對 對啊 因為這真的很好吃 而且做點是很方便 很方便 超方便 這個乳包要怎麼使用啊 這個乳包在這裡 在這裡好 這個乳包就是因為我當時 想要現在都是比較方便為主 所以這個是高溫殺菌的 意思就是說它是不用放冰箱 它常溫就可以隨身帶著走 就可以保存了 對 所以你只要 不管是隔水加熱也好 任何方法加熱 倒在飯上面上都可以吃 它這樣是不是一碗飯 對 一碗飯嗎 這樣其實是兩碗飯 可是因為它太順口 有人在建議我開始要 出大一點的份量 就是直接雙倍這樣 對 而且它配麵很好吃 配麵 對 我其實有兩包是配麵 對 我覺得我會想要配麵 配麵 它有青菜 然後再弄一個蛋 然後就這樣很漂亮 可以... 是啊 希望大家會喜歡 你下次就是安氏企業聚會 你就直接這樣 煮這個就好 對 如果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愛你卻會罵我 對 然後覺得你懶惰 是啊 但是是不是有一個是 買書可以得到這個 乳肉包 對 沒錯 因為之前到現在其實 乳肉包都還是走限量狀態 因為阿嬤會累 除了在我的臉書上面 可以直接找到連結購買 有沒有人可以幫忙阿嬤呢 我希望可以讓她的銷量 再更好的時候 阿嬤就會願意 就是把這件事情 就是傳給大家 讓大家來幫忙 我可以幫她 妳可以幫她 對 因為她現在 很閒是不是 她都在家 妳不知道嗎 我沒有朋友 真的 所以現在就是 滷肉包 是在我的臉書上 或者是她自己還有一個 阿嬤的官網 可以自己上去看一下 OK 讓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的 我們先進段廣告 謝謝 我要來吃滷肉了 好的 我們剛剛吃完了 好吃的肉燥飯 然後也聽了很多 怎麼了嗎 你是我們在聊天 你為什麼要你真的快點 你快點 12秒 對 我們12秒 今天也謝謝巧巧跟爺爺 分享你們姊妹套之間的 有趣的事 希望下次還可以帶給我們 更多更多好玩的事來分享 好 下次見兩位 謝謝 拜拜 拜拜